第四千三百七十七集 傍晚时分 地平线的远处有一艘艘奇形怪状的魔船朝这边驶来 魔道中人邪恶修士皆汇集在船头 足足有数千之众 黑暗近海辽阔无垠 传闻有一处恶魔海域 那里聚集了整个黑暗近海最为凶狠毒辣的一群修士 还有无尽的毒草与毒虫可攻击使用 难道天西谷族当中有人发声 隐隐猜到了什么 没错 我就是去到了那里 其他人纷纷为之悚然 放心 我带回来的这群兄弟不求财宝不求武道 西武恒森然一笑 他们只需要新鲜的血肉 与此同时罗声道 数十万罗声族的族人正在此地修炼 经历过远古时期吞噬巨兽的袭击 罗森谷族的老祖罗森天军只剩下一颗心脏 如今仍是这颗心脏守护着罗声岛的安全 森罗天军其实有所担心 所以他将这盘旗压住在了任非凡和叶臣的身上 此外无数年前罗声谷族还被迫卷入了争霸时代的混乱 那是一个凶器滔天 厮杀战乱的年代 诸天万界都陷入绝对的黑暗 数以亿计的人为之丧生 血染青天 剑神老祖炼制出八大天剑 支撑大道规则 不被毁灭拯救了太上世界 以及诸天万界数亿的生灵 森罗天军这些年借助黑暗近海远古战场积累的庞大石器 逐渐滋养心脏恢复肉身 此时此刻罗声岛的上方一片虚无战开 虹桥在此浮现 直通族掌大殿 罗林生速来见本军 森罗天军的浩荡天音响彻古朴大殿 外人却不可闻 罗林生正在处理岛上事务 得到老祖召唤心中一惊 连忙前往 罗林生 罗生古族即将遭遇大难 你速将普通族人转至古岛深处安置 族中战士准备迎战 罗林生顿觉骇然 森罗天军可不会与他开这种无聊玩笑 外敌入侵是真的 遵命老祖 罗林生得到指令之后 来到罗西长老所处之处 随后与他一同敲响了宫殿外的玄冥谷中 这一次浩劫来临 全足避壤 寂静的虚无空间之中 残存着森罗天军灵魂的巨大心脏 跳动速度加快 肉眼不可见的无尽深海处 滔天的海浪也在凝聚成形 这一次我也只能做这些了 森罗天军难难自语道 现在的他自身难保 没有机会出手救下罗生古族 也许一切只能看天意 无尽海的海平面 两族大战终究爆发 天西古族的战士立于船头 结成大阵 五行阴阳 七行八卦浮现而出 相互交织穿梭 无数的耀眼白芒汇聚城镇 结成了后世稳重的防护大阵 两名长老坐镇见中央 气息相互融合 大阵起到掩护作用 耀眼的白光之下 成千上万邪道人士 宁笑奔出 破开了罗生古族的防御 罗生古族的战士们 装备重甲 严阵以待 可是在漫天毒气 以及细小毒虫的侵袭之下 仲甲的优势荡然无存 甚至于挥动力剑时 都有毒杖缠绕 阴气逼人 不少罗生古族的战士 死于非命 暴毙身亡 无穷无尽的毒气 宛若狂风 肆虐激荡 搅得罗生岛天翻地覆 极为残酷 罗生岛外 天魔大船的船头 西无痕放声大笑 没想到我西无痕 被外流放多年 回来便要建立 丰功伟业 从此以后 这海域便是我的天下 先灭罗生古族 后踏玄珍古族 天西古族的霸业 从我而起 他的笑声狂妄自信 阴邪甚人 不知为何 与他征战的天西古族族人 也被调动心中的沙发之气 笑容逐渐猙獰 血肉横飞 敌人惨死的场景 历历在目 如此过了两个时辰 罗生岛的外围 全部沦陷 罗生族的战士们 退守到内岛 试图守住最后一道防线 可是无济于事 西武横掌握万毒神功 可提供源源不断的毒气 万毒神功 借势而生 毒性无上限 众多邪道 邪魔人士聚集在此 俨然成了万毒神功施展的天堂 最为关键的是 西武横手中 握有一颗黑色的珠子 此物名为万毒天珠 远古岁月 诸天万界的魔修 络绎不绝 残害世间 而一位叫万毒老人的存在 更是魔中之魔 一身独魔之功登峰造极 毫无人性 曾血涂八万里 一遇寸草不生 一万条生命惨遭毒手 此举最终激怒了吴祖 他跨越数十个虚空星域 降临诸天 寻到了万毒老人的藏身之所 终究一战血染星空 万毒老人被吴祖一拳打爆 血溅星空 形神俱灭 饶氏吴祖也未曾料到万毒的血 污染了一方大世界 数十亿居民被迫离开 那方在整个宇宙都可称之为 修炼圣地的大世界 从此沦为毒地 瘴气万年不散 万毒老人死后 他所编转的万毒神功流落世间 造出了一批又一批绝世毒人 危害世间安全 万毒神珠更是汇聚万毒精华 如若彻底释放 黑暗近海将成地狱 以西吴恒的实力 只能施展万之一二 罗生谷族上方的天空 阴云惨淡 烈日被乌黑掩盖 好似上古的魔云降临 嚣张的音笑声 令人胆寒不已 今日我便要踏着你们 罗生谷族的尸体 登上独神宝座 遥远的玄珍岛上 隐秘洞府内 夜晨盘坐在冰冷的石床上 陷入修炼状态 另一状态 他手上悬浮愿望天星 背后的黄泉图滔滔不绝 丝丝掀气缠绕肉体 他所掌握的全部神通与法术 皆在脑中走马观化 八部浮屠气 毁灭道印 主宰剑法 血月图天斩 鸿蒙大星空 轮回圣魂天 天仙锦礼朝 八卦天丹术 六道轮回法等等 他所掌握的神通 依依在脑中梳理一遍 接近突破边缘 他要全力施展所有手段 冲击新的境界 除此之外 兵自觉 阵自觉 斗自觉 斗地天剑阵 灾难剑阵 主宰剑法 都在他的脑海当中 尽数演练 传说中的无无境界 存在于缥缈 诞生于混沌 是无数舞者 终生追求的极致之境 叶晨从一开始 便以此为目标 其中更是有两次 捕捉到了无无的玄妙 那般心境的透彻 前所未有 无法以言语来诉说 身夺宛儿 给予他的古朴戒指上 乌光闪耀 陡然间星光灿烂 宛若连通宇宙和地府的桥梁 那道桥梁演化出滔天之力 与星辰贯通 叶晨的眼中充斥着刚毅之色 即便以他一人之力 在诸天星辰的掩盖下 显得如此渺小 可也无法消磨他的意志与锋芒 他的瞳孔当中 赫然浮现出九重光环的意象 九重仅仅是第一步 百重千重 数以千计的光环牢牢相欠 让叶晨整个人熠熠生辉 盘坐在洞府内 却好像开天辟地的盘古古神 混沌浸在脚下 相传 重统者有两种 一种眼睛也有两处瞳孔 威武非凡 拥有天生帝王像 可成就千秋霸业 另外一种 则是能显化出光环 超脱了凡人的世俗境界 进入大气运的范畴 所谓的九重光环 便是天君之资 数千重光环 无人敢想此等 拥有者将来会达到何等境界 古真从古谱戒指中 捕捉了那一道机缘 正是借由这道机缘 来完成最后的突破 叶晨默默感悟 时间流逝 期间 罗生岛之士 玄真老祖想来寻找叶晨商议此事 最终却碍于叶晨的突破 暂时放弃 一晃又过了几天 沉寂无声的闭关大地 突然间爆发一道璀璨的金光 那金光如此耀眼 乃至玄真岛的地脉 也产生共鸣 震产动摇 周围数百里的海域 水浪翻腾 玄真老祖与一众太上长老 察觉到异象 从宫殿中出来 接着就看到 无比壮阔的景象 只见洞赴上方 三把剑腾空而起 正是叶晨体内的龙颜天剑 荒魔天剑与灾难天剑 三把剑仿佛得到莫名的指引 神圣光芒迸发 各自施展神招 结成了一道道的阵门 无比浩瀚的天剑大阵 赫然成形 仿佛要刺过虚空 直通苍穹 大阵的核心 阵眼中央 血海滔天 苍茫悠远的细细 传遍四野 一道古谱浩瀚的身影 被血色覆盖 慢慢睁开双眼 全身的鳞片 跟着显现 血龙咆哮 剑阵炸裂 亘古不灭的剑光 在轮回边缘动荡 充斥着灵力的沙发之气 这道血龙大阵 融入了轮回血脉的精华 无需空间里 叶尘的魂魄正在不断壮大 九十九道枷锁 齐声崩鸣 仿佛在迎接这个事件的 无敌霸主 各种法宝 神通的光芒 也通通融入剑阵当中 三把剑汇聚成的光芒 通天彻底 斩尽一剑 这一剑引起了大道的震惊 法则的轰鸣 气韵的凝视 前无古人 也很难有后来者 前段日子 叶尘参无镇子诀 祭出三把天剑 布成大镇 如今他将浑身法宝神通 尽数融入镇中 会有何种效果 他心中也是未知 不过此时来看 显化出 惊天异象的剑阵 注定要成为 闪耀诛天的无上神阵 金光剑芒滔滔不绝 绝非玄真岛一地感受到了 黑暗近海 其他中大型势力的宗主 太上长老 老祖籍人物 纷纷抬头 神色恶然震惊 地心域 天宫之地 古城城主 大势力的头目 也为之震动 引动天道的突破 自然传达到太上世界 万须神殿 接收了天地异象 变得慌乱不已 请出羽皇谷帝前来观看 羽皇谷帝 哪里不知道 叶辰的实力 又进入了新的层次 他神色阴沉 目光冰冷 加快 九鼎大阵的修缮速度 留下一句话 羽皇谷帝再度闭关 请不吝点赞